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为什么会有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我们早在上个礼拜我们一直跟他预告说 这个礼拜的后半周啊 台股卖压会加重 上个礼拜就跟他去做预告 那这两天你会发现礼拜四礼拜五指数出现大跌 那跟我们整个预期的人是相符的 那尤其呢在下个礼拜的台子期结算 我认为这个卖压他不会结束 而且我可以先跟各位去讲答案 你要预防3月下旬的时候 台北股市会有杀融资的风险 我再说一遍这里要开始预防的就是 3月下旬的时候呢台北股市会有杀融资的风险 那为什么会这么看呢 这地方我们来跟大家去做解说 那各位你会发现到台北股市呢 其实在最近的一个节目里面 我们一直跟他强调 你从筹码的角度里面你先仔细来看 台北股市呢昨天跌了白点 现在继续下跌 可是呢你会发现呢最近的融资啊 他却一路增加到昨天呢还在创波段的新高 来到1422亿 有没有持续创新高 那这个融资创新高已经是 呃创去年1月份以来的新高 那这也预告的说啊这个是地方啊 赏户积极去买进的那个动作 他非常的一个积极 那尤其如果说我们从这波融资的成本来看 好各位你会发现哈 2月2号以来台北股市呢 从新春过完年之后融资就开始一路增加 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啊 融资呢去增幅非常的大 那如果说你从融资的成本来看 当初我们跟大家说过哈 融资的成本接近差不多在9600到9700左右 9600到9700左右 好那各位 可是呢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有跟大家讲哈 前面的一个大量的位置区 也就2月10号 那个9612点啊 最低点在9612点 到今天为止已经跌破了 那已经预告的说 这些融资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几乎啊 都是呈现一个套牢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这非常麻烦哈 当你一套牢的时候呢 可能开始慢慢的会有一些 融资维持率的一个问题 可是我们刚刚跟他讲啊 这个盘呢 我预计在3月下旬的时候呢 台股有杀融资的风险 原因到底在哪里 好那各位 台北股市昨天我们看到 外资在现货市场大卖了100多亿 汇市呢 这地方也是出现大扁 期货市场呢 这地方啊 昨天的台子期的多单啊 减了快9000多口 现在外资的期货多单啊 只有差不多在45000口左右 所以他是股市汇市还有骑市呢 三杀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三杀的情况呢 这个原因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啊 这地方你要预防的就是什么 美国在下个礼拜的升息应该是百分百 所以呢 你从整个汇率的角度里面来看 这波啊 整个美元的指数啊 你会发现到到目前为止 他都还是维持在一个 比较强势的一个情况 那下个礼拜呢 美国因为要升息嘛 那美国升息完之后呢 他不会是利空出境 为什么 因为之前叶伦就有说过啊 未来还有差不多两到三次的升息 所以今年美元的走势 的强势啊 应该是确定的 那反而现在亚洲的汇率呢 比比刀 好在那边刹了一蛋 为什么原因在哪里 你注意看啊 因为亚洲目前的汇市啊 跟整个台股的卖压会不会加重 我觉得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因素 这个因素呢在哪里 在人民币的汇率 你注意看啊 人民币的汇率呢 近期的走势里面 他已经在上季线了 然后呢他昨天已经来到多少 6.91元附近 他前高差不多在6.96 6.98附近啊 差不多在6.96附近 那也就是说 人民币在这波的一个 贬值的过程里面啊 市场预期啊 人民币应该贬到7 好 那如果说人民币贬到7的话 那你想想看啊 那亚洲国家 为了要出口竞争力 他汇率贬不贬 那当然一定贬 那现在外资也是看到这一块 未来美元走势强势的一个状况之下 人民币有扁破7的这个状况之下 亚洲汇率他一定会扁 所以呢 对于新来币汇率而言啊 这个地方啊 后面一定会有一些 净贬的压力在 所以你要注意哦 到今天为止哦 新来币汇率还是在贬值 有没有 还是在贬值 所以呢这也预告着说 外资未来会有一些 汇损的压力的一个情况之下 外资会提早卖 但是为什么我跟你说 这个卖压要稍微注意一下 下礼拜还会延续 那下礼拜可能台子期 结算完之后 美国联储会升息完之后 可能台股稍微跌升 会稍微有点小反弹 可是我这个 我认为这个反弹啊 都只是在优多 为什么因为 现在融资已经在套了 那你融资在套的时候呢 稍微有反弹 大家会认为说 低阶机会来了 摊平机会来了 赶快再去买 到时候融资还会增加 可是呢 这一波台北股市的卖压 很有机会延续到三月底 那三月底之后能不能止住 还不知道 那为什么会延续到三月底 像大家都看到 外资在台子期多单大减 现在只有四万多口 可是呢 三月底有一个摩台结算 可能各位投资朋友没有去留意到 摩台的未屏障口数 现在是二十二万口 是大量 那也就是说 外资目前在摩台那个地方啊 他布局的是空单 那来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 月底才摩台结算 所以呢 反而在这段期间里面 外资还是会在卖压 因为汇率 他不会让你看到指贬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反而这地方要特别注意 手上的一个持股 那当然如果说到目前为止 你对手上的个股不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今天有一份资料 好 我们今天有一份资料 这份资料是失速列车 也就是说 未来这些股票呢 会有融资断头 多杀多一律的个股 那这份资料呢 呃我们昨天已经做好了 而且呢昨天已经有开始部分送出去 里面其中一档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3324的双红 各位 你会发现到啊 今天双红目前跌了8%多 昨天啊 这档个股在我们昨天的一个 的一个失速列车的一个持股里面 这地方你会发现到哈 只要他今天一跌下来 这个地方已经让你看到了 跌破了平台区 这个地方的空头趋势 已经开始慢慢出来了 那你想想看哦 这14000多 差不多75%的融资啊 到目前为止呢 几乎啊已经开始呢 出现套牢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当这些个股在跌的时候呢 这些融资啊 未来的走势一定会杀出 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对你而言 有两个操作方式 第一个能避开的赶快避 那你如果说你不知道啊 我的个股到底该不该避开 没有关系 今天送你这份失速列车的资料 你务必打电话进来拿 那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做头趋势做头 然后呢已经要开始下跌 起跌的个股 就像双红一样 今天一跌下来就跌了8%多 所以呢如果说你手上有这些个股的 赶快先把它调节一下 那如果你想要反败为胜怎么办呢 各位上个礼拜就跟他预告 赶快布局认受权证 当今天双红一跌下来的时候 认中跌了8% 可是认受权证呢 这地方已经开始飙了 已经开始飙了将近差不多两成多 下个礼拜认受权证 还要大涨而且有倍数的机会 所以呢你赶快利用认受的权证呢 这地方啊赶快帮你帮回一层 把你之前啊在高档套牢的筹码 跟资金啊利用小小的资金 帮你把它赚回来 我认为这是对你而言啊 最快而且呢最有利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说持股有任何问题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那今天送给各位这份 四处列车将有融资断头疑虑的股票 务必要打电话进来拿 因为如果你手上有这些个股的 要赶快先做调节 否则的话我怕三月下旬的时候 融资断头压力一出来的时候 那个卖压更重 希望各位稍微注意一下风险 那今天讲解到这里 我们礼拜一见 拜拜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